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岛忠 旧约圣经桑摩尔记下七章十六节 神借着先知拿丹对大卫说 你的家和你的国 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 你的国位也必坚定 直到永远 罗马书一章三节保罗说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一生的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的国是永远的 他始终掌权 借着每天的灵修 让我们更多明白神永世的计划 晓得自己在神的恩典中 所领受的福气 并照彼得给教会的勉励 更加殷勤 使自己所蒙的恩赵 和拣选坚定不移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何散纳 我们思想何散纳这个题目 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 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到三十三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到三十三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圣城 昨夜我在睡梦中 做了一个美梦 我站在旧夜入洒冷 在神殿的旁边 我听见孩童欢唱 歌声四处洋溢 仿佛天时的歌声 自天又阳相应 仿佛天时的歌声 自天又阳相应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众城门起欢唱 赫萨纳在之高处 赫萨纳归君王 最后忽然梦境转变 街道寂静无声 不再听见海童声 欢唱着 赫萨纳 太阳忽然暖淡无光 清晨寒冷无霜 只有十字架 只有十字架 盈盈显显显 古里寂寞山上 只有十字架 盈盈显显 古里寂寞山上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听天君高声称 赫萨纳在之高处 赫萨纳归君王 又再一次梦境 转变心天心的出现 我看到天上深沉 在明镜的岸边 上帝荣光照耀街道 城门大大敞开 愿你的人都可来 天门为你而开 夜夜不许月亮星辰 白日不许阳光 那就是新耶路撒冷 永远建立长存 那就是新耶路撒冷 永远建立长存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十二到三十三节 第二天 有许多上来过急的人 听见耶稣 将到耶路撒冷 就拿着棕树枝 出去迎接他 喊着说 和善那奉主明来的以色列王 是应当称颂的 耶稣得了一个旅居 就起上 如经上所记得说 西安的民啊 不要惧怕 你的王骑着旅居来了 这些事 门徒起先不明白 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 才想起 这话是指着他写的 并且众人 果然像他这样行了 当耶稣呼唤拉撒路 叫他从死复活 出坟墓的时候 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 就做见证 众人因听见耶稣 行了这神迹 就去迎接他 法利塞人彼此说 看哪 你们是徒劳无益 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那时 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 有几个西里尼人 他们来见 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 求他说 先生 我们愿意见耶稣 腓力去告诉安德烈 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 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丧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若有人俯视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俯视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若有人俯视我 我父必尊重他 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 父啊 救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 我已经荣耀的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 就说打雷了 还有人说 有天使对他说话 耶稣说 这声音不是为我 是为你们来的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耶稣这话 原是指着自己 将要怎样死说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约翰福音12章12到33节 我们再把圣经翻到 路加福音23章20到21节 路加福音23章20到21节 经文说道 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 就又劝解他们 无奈他们喊着说 定他十字架 定他十字架 路加福音23章20到21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路加福音23章20到21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 就又劝解他们 无奈他们喊着说 定他十字架 定他十字架 路加福音23章20到21节 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和善纳 在宗旨主日所发生的群众 迎接耶稣的事件中 还有一些虚伪的成分 无疑的群众当时 向耶稣所表示的尊崇 是真诚的 但那只是短暂的激情 一遇到反抗情感就消失了 然后群众又喊着说 定他十字架 群众向耶稣欢呼 并没有什么错 他是配得欢呼的 问题乃是 他们的心 并不在他们所欢呼的 和善纳里边 和善纳的意思是 主啊 拯救我们 乃是出自一颗 忧伤痛悔的心 渴望得到怜悯与拯救 宗旨主日的感情冲动中 所缺少的就是悔改的心 那引人归正的悔改的心 缺乏忧伤痛悔的感情冲动 是危险的 好像波浪随着风而起伏一般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风向会改变 虽然他们喊着和善纳 但这话在他们嘴唇上 变得空虚而没有意义 因此 也就以最后的悲剧收场 今天我们迎接宗旨主日 进入寿南州 当警察知道自己的心是否正确 我们也会高唱和善纳 但那是空虚 没有意义的刺句呢 还是带着真诚悔改的心 向神呼吁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 善尽我的最高职责 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 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 与孙大中一起灵修 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今天我们思想 和善纳这个题目 每年过了春分 满月之后的第一个主日 就是复活节 而前一个主日 就是宗旨主日 纪念耶稣基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 也是纪念寿南州的开始 当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并没有骑着威风凛凛的战马 而是照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 千千和和地骑着驴居子来 他来不是为征战 而是要带来和平 为什么是骑着驴居子来呢 因为耶稣第一次来 是要除去人间的咒诅 消灭罪的权势 把人带进他的国里 而他的国不属这世界 约按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 耶稣回答彼拉多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我的国若属这世界 我的臣仆必要征战 说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六到八节 马太记载 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地去行 牵着驴和驴居来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上 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 还有人砍向树枝来 铺在路上 把衣服铺在路上是迎接君王的一个动作 表示我臣服在你之下 而和三纳是拯救我们的意思 当撒玛利亚城被亚兰王围困 城里严重缺粮的时候 列王记下六章二十六节记载 一日 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 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 我主我王啊 求你帮助 和三纳的意思就是 主啊 拯救我们 乃是出自一颗忧伤的心 渴望得到怜悯与拯救 耶路撒冷的群众 欢迎心目中的弥赛亚 前行后色的众人 喊着说 和三纳归于大魏的子孙 奉主明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和三纳 百姓沿途呼喊 主啊拯救我们 他们呼求 要来了弥赛亚 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五节 到二十六节 诗人说 耶和华 求你拯救 耶和华 求你使我们亨通 奉耶和华名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他们希望 弥赛亚快快来复兴以色列国 恢复大魏的宝座 盼望大魏的国实现 马可福音十一章九到十节记载 前行后色的人都喊着说 和三纳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那将来的 我祖大魏之国 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和三纳 他们夹到欢迎的 是他们心目中 政治性的弥赛亚 他们向耶稣高喊和三纳 但讽刺的是 几天后 差不多也是同样一批人 高喊着 定他十字架 定他十字架 把耶稣当作是该死的 为什么会变味了 何以会有如此大的转变呢 因为他们 并不期待像耶稣 这样的弥赛亚 他们期待的乃是 能起来号召百姓 赶走罗马人的弥赛亚 而不是把他们从罪恶中 救出来了一位救主 然而主耶稣 不是体贴人的意思 当犹太人发现 这个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并不是照他们的意思 来复兴以色列国 没有照他们所期待的 展开革命的行动 看见他推翻的 不是罗马帝国的政权 而是圣殿里 兑换银钱制人的桌子 又听见他说 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 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他们对耶稣的态度就转变了 耶稣所做的许多事 门徒起先不明白 后来才想起 经上指的他所写的许多话 《使徒行传》十三章 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 保罗说 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 因为不认识基督 也不明白美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 就把基督定了死罪 正印了先知的预言 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 还是求比拉多杀他 过去他们怎样杀害那些 劝他们归向神的众先知 现在神的儿子来到他们中间 他们也照样杀害 耶稣正是按着神的定纸先见 被交给人 他的死是照着神的旨意死 《使徒》一章五到六节 约翰说 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做他父神的祭祀 耶稣说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今天我们的教会 如果徒有雄伟的外观 而来到教会聚会的人 不认识耶稣 依然按外貌待他 借我大批大批的人来 又大批大批的人离开 你问他 为什么你不来了 他说 因为我对耶稣太失望了 他没有让我成功 他没有让我发财 他没有医好我的病 我是抱着很大的期望来的 结果耶稣让我太失望了 这样的耶稣我不要 定他十字架吧 当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 全城的人都惊动了 人们问说 这是谁 亲爱的朋友 对你而言 耶稣是谁 格六八和他的同伴认定 拿撒冷人耶稣是个先知 在神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但耶稣不仅只是个先知 他是神的儿子 那些曾看见耶稣让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的人 也在人群中 他们欢迎这位 能救人生命脱离死亡的主 但他们信心 还需要够到 耶稣将要借着自己的死而复活 拯救人脱离永远的死亡 掀了他们在神的国里 而那事情拯救国度的君王 就是他 他要像大卫那样 用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 牧养他的百姓 照管他们的灵魂 做他们的好牧人 你要认识的 不应是道听图说的耶稣 不应是在某一种氛围之下 所感受的耶稣 而要按照神的启示 透过圣经认识神的儿子 真知道他是谁 并且晓得不是你拣选了他 是他拣选了你 你纵然失信 他仍是可信的 你不是利用他 而是顺服神的旨意 让他来管制你 基督是照父神的旨意 为你的罪舍己 他甘心被人挂在木头上 缺乏忧伤痛悔的 这种感情冲动是危险的 你期待他现在拯救 现在就满足你的心意 现在就让你平安顺利 现在就让你脱离困境 而狂喊 和三娜和三娜 这样的心态 转眼会变成 定他十字架 定他十字架 因为那里头的罪性 会是你不爱光 倒爱黑暗 主知道众人的心 他晓得人性的善变 当你无知瞎眼 不愿意悔改的时候 就会像耶路撒冷那些 盲目冲动的群众 弃绝那位圣洁公益者 反而求要释放一个凶手 但那些拥有孩子般 单纯信心的人 就承认耶稣 是他们的救主 他们选择向正确的对象 投入信心 认定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请问 在终之主日的今天 你欢请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或者是选择 等待他再来的时候 是审判你的主呢 若你是前者 诚心归向他 向他高喊和三娜 他必赐你无穷的帮助力量引导 并塑造你的一生 当年大卫迎约柜 进入西安的时候 他在诗篇 二诗篇里边说 众成们啊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被举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耶稣是荣耀的王 让我们敞开心 迎接他 万有即使本于他 依靠他 过于他 以弃的丰富 都来自于他 让我们存着喜乐的心 接受他的治理 尊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主知道在高喊和三娜的人群中 有多少人 对他有真正得救的信心 他知道哪些是出手的无花果 而哪些只是枝叶罢了 愿我们省察自己的行为 思想跟主的关系 思想主为我所做的 甘心将自己献给他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伟大的救主》 耶稣爱我 灵的主 有我 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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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 甘求主 世事坦苦 阿里路亚 吉他 救主 阿里路亚 火梁有 主我 主我 父我 爱我 与我 我 父我 强 roof 都死 我 他 灵的部 荣誤在主里多重 十分来临丢失天 高主力使我生光 阿雷路亚奇妙者 阿雷路亚光丹荣 祝我祝我 祝我爱我 与我独裁荣誉主 耶稣我愿意接受你 你的恩典多么勇 勇为考卸生我罪名 我顺利你耶稣我 阿雷路亚奇妙者 阿雷路亚光丹荣 阿雷路亚光丹荣誉主 阿雷路亚光丹荣誉主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当年 你的耶路撒冷城 充满忧伤的爱 甚至为他哀哭 你预告他最后的结局是 圣殿和耶路撒冷成为荒场 留给他们 帮助我们不是口唱和三纳 却不以你为荣耀的王 对你有着强烈的情感 却没有得救的经历 若我们声称属于你 心里却时常抗拒圣灵 不愿顺服 你饿了 在我们身上找不着果子 你将会何等失望 帮助我们诚心向你呼求 不但经历你大能的拯救 并且被你所充满 愿你的圣灵 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在你的道中 得到宽广和自由 知道怎样行 能讨父神的喜悦 父啊 但愿你在教会中 并在你的爱子 基督耶稣里 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它是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情过似饮有骨 虽然情过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遭寒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避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议有骨 为我摆设宴席 虽然情过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遭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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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正 银行